佛经言 佛观一尘埃 就知此尘埃从何处来 因何而起 最终去往何处 佛观一人 便知此人过去千万劫是何面貌 做过何事 哪些因果循环至今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花开花落 死即更替 都有他的规律 正如人的生命 脆弱而又倔强 死亡是对生命的羡慕 欲使从此远离尘世间的烦扰 一般来说 当人去世后 为了一些风水避讳 会第一时间 把去世的人拉到火葬场 对于火葬场 人们的印象是阴沉 晦气 怨气重 甚至避着走 认为是主大凶的地方 因此 对于火葬场的一些禁忌 不甚了解 比如不能随便 捧侍者的身体 尤其是脸 火葬场下午都不会火化 因为一天之中 下午和晚上 阴气都会比较重 而早上和中午阳光最盛 过了12点 阳气减烁 阴气加重 会有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出现 所以 大多数人都选择在早上 中午火化遗体 但其实 关于火葬场的禁忌 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需要在以后格外注意的几点 一 去之前 千万不要碰猫狗 更不要带着宠物进入火葬场 殡仪馆 曾经发生过著名的猫连老太太事件 证明动物会影响到人的尸体和灵魂 2.火化的时候绝对不能说话 不能指点侍者遗体 遗像 灵魏 火化炉 停尸间 女人 小孩 老人 绝对不能进入 3.在火葬场 殡仪馆里面不要东张西望 到处乱走乱坐 尤其是类似病床的东西 阴暗的地方 或棺木旁 4.不能乱说话 尤其是带有死字的话 在火葬场内坚决不能说 这些是非常不吉利的 5.在火葬场中 不能大声地说自己的名字 否则会被鬼魂惦记 6.对逝去的人一定要尊重 不能说任何不利于逝者 或者不恭敬的话 7.在向逝者告别的时候 不能够说话 要保持安静 手机也要调成静音 不能喧哗 8.将遗体送去火化的路上 不能将眼泪滴在逝者的衣服上 而且也不能摸逝者的手 9.不能在火葬场和兵仪馆中念佛经 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10.在火葬场中是不能够哭的 否则逝者会不愿离开 11.回家后先在家门口跺脚三下 有带伞的就张开甩一甩再进家门 进家后首先要照着镜子 最好沐浴 12.沐浴更衣后方可抱小孩 或见体弱之长者 这些禁忌 大家要格外注意 不要冲撞了逝者 招惹怨气 那如果触犯了禁忌 会怎么样 一位佛友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大约是小学寒假的事 那天早上 他奶奶起床后告诉他们 他昨晚做了个梦 梦到了一个老朋友来看他 他拿着豆浆油条招待了那个朋友 这个人吃完后对他奶奶说他要走了 他奶奶说这是来跟他道别的 这位老朋友要去世了 他当时很不以为然 一个梦而已代表什么 然而当天晚上7点 奶奶就收到了那位老朋友去世的消息 于是佛友就陪奶奶去了趟殡仪馆 到了殡仪馆 佛友就遇到了一件神奇的事 当时奶奶在大厅里跟家属聊天 他闲着无聊就到处跑 然后在一个烧纸的地方 看到有个人在烧纸扎的房子之类的 他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 就在那个地方瞎走 走着走着他就走出去了 外面烧过的纸钱灰 加上黄泥坝堆积成了小山包的样子 他出于好奇就爬了上去 绕过一个小山包看到了一个人 他全身都是黑色的 看不清样子 手里拿着根长条物体 在地上翻找着什么 他的身后还有几根立着的木头 已经被烧成了焦黑色 当时感觉有些奇怪 就仔细观察了一下他 可是无论怎么看都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 他就想着是不是离路灯太远的原因 就回头看了下路灯 才发现他不知不觉间 已经走出来很远了 当时心说得赶紧回去了 这个时候他再把头转回来 突然就发现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而他周围全是围墙 没有其他的路 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慌了 猛然想起 这里是烧纸钱的地方 谁会在这里拾荒 他当时吓得 后背起了一层几匹疙瘩 撒腿就跑 找到奶奶的时候 双腿有些发软 他跟奶奶说 快回去吧 他奶奶当时在跟另一个阿姨说话 听到他说要回去 就仔细看了他一眼 他奶奶这个人是比较迷信的 加上他小时候身边 确实也出现过不少灵异事件 估摸着他可能是看到了些什么 也没说什么 就带着他回去了 走的时候他靠着奶奶 还心有余悸地 偏头看了一眼那个地方 第二天他就发了高烧 烧得很严重 几乎全天都处于昏迷状态 醒来的时间很少 家里人趁他清醒的时候 抬着他去打了针 还给他喂了药 然而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烧了多久 只记得又一次清醒的时候 他听到奶奶在客厅里说 肯定是那天晚上 周日到了什么 才会这样的 看他慌慌张张地跑回来 就知道肯定不好了 他爷爷一向不太相信这一套 就反驳说他只是生病了而已 怎么可能是惹到了什么 还不就是惹到病了 估计就是被寒风吹的 他奶奶又说 如果是风吹的 怎么吃这么多药 还打了几针 都一点好转不了 最后 他奶奶就来问他 那天到底碰到什么东西了 佛友此时已经意识浑浊 迷迷登登地把遇到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佛友被他奶奶叫起来 看见奶奶在一个旁边的路口上 摆了一些水果和香煮纸钱 然后让他对着那堆东西道歉 说好话 就说对不起他错了 下次也不敢了 原谅他之类的 边说边叩手 他一边说 他奶奶一边在旁边烧纸钱 烧完之后 奶奶说可以回去了 还告诉他叫他别回头 然后跟奶奶一起往回走 刚开始还好 走着走着 越走越累 身体越来越重 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 刚上没几间 他就开始喘粗气 说他实在走不动了 让他歇会儿 他奶奶让他坚持一会儿 告诉他到家就好了 走到最后几间的时候 他说他不行了 感觉像有几十个人拉他一样 佛友几度坚持不住 最后扶着墙才到家门口 奇怪的是 一踏进家门 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力气逐渐开始恢复 精神也好了很多 过了一会儿 居然不扶墙也能走了 这时爷爷告诉他说 他房间里给他砸了米 让他先去睡 睡醒就好了 第二天他醒来后 真的好了 烧也退了 除了有些虚弱以外 没有什么别的了 从这个故事可见 火葬场晋级 真不能触犯 要心有敬畏 君子敬鬼神而远之 小人为鬼神而招之 非有所惧 既有所求 阿宝扎之 顺天成命 总而言之 在去火葬场 或者殡仪馆 送别亲人的时候中 要注意礼节 怀着敬意 不要随意触犯禁忌 冲撞了死者 招惹了怨气 这样才能够顺顺利利 不会沾染到煤气 同时也能够表达 对死者的敬意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聆听 明镜头